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学堂 我们今天继续讲大学 那么前面讲了大学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经 一个部分是传 那么经的部分呢 我们前面已经完全学习完了 那么今天开始要正式进入传的部分了 那么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得 我们之前讲经的部分 讲过一个叫三纲领的东西 咱复习一下是吧 三纲领就是大学第一句话嘛 大学之道 第一个纲领在明明德 第二个纲领在清明 第三个纲领是在止于至善 这合起来就叫三纲领嘛 那么传的部分既然是对经的部分的解释 所以第一个需要解释的就是第一句话嘛 在明明德 那怎么解释呢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原文这一章 他说康告曰 克明德 太甲曰 故事天之明明 地点曰 克明俊德 皆自明也 这一章就讲完了 就这么几句话 然后加起来就几十个字吧 特别简单 但是虽然简单 你一看上面啊 你要翻译会发现 他特别抽象 特别难 一读就很麻烦 是吧 康告曰 有人这个告不会念 明明写着是大甲吧 咱还得念太甲 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生辟字 你看左边一个言字旁 右边一个是非的是 这个字怎么念呢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对吧 我在说这个字啊 不是通假字啊 是一个古今字 那啥叫古今字呢 就是历史的变化 它会导致一些字啊 写法出现变迁 那么一般的规律呢 是这个字形越来越复杂 我举一个例子啊 动物的它 在早期的意思啊 其实是个象形字 就是蛇的意思 但是后来的蛇 是加了虫子旁了 表明它是一种属于古代 是吧 鸟兽鱼虫的虫这种贵类 所以蛇就从它变成了这个了 那所以这个字是逐渐变复杂的 还有一个字 比如说墨飞的墨 墨飞的墨 如果你写成小传 你可以看一看啊 上面是草 下面也是草 中间挂着个太阳 其实就是太阳下山了嘛 所以墨的本意就是黄昏 太阳下山的时候 后来这个字呢 就变成墨了 底下又加了个日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吧 你不能两个太阳挂在树梢上吧 这不合理 但这种东西是古今字 但是还有一种古今字就是 它不是变复杂 是变简单 就是以前这个古字啊 太难了 后来就被别人改的更简单了 比如说这个是 言字旁加一个是非的是 就是我们现在说是非的这个是 那么文艳文的是啥意思呢 是吧 稍微学过一点点文艳文都知道啊 它不是我们的判断动词 它是这的意思 对吧 好 这个说完了 但是你一读啊 康告太家地点 一看就是特别抽象 那这个东西为啥呢 因为这是我们的五经之一 上书的片幕 我想说啊 就是我看过钱穆先生 当年写的回忆 就是那个八十亿双千 里头就说了 说在他们这个家族啊 你要知道 那个时候是江苏无锡啊 那是文化重镇 我们上节课还讲了 唐文志这个无锡过传 但是钱穆说了 那个时候要学五经就很难学了 就可能能找到几个老师 能教四书 就是大学中庸 轮誉 孟子啊 有人教 但是教诗书 李懿春秋 就找不着了 是通五经的先生就特别少了 你就理解吧 那个时候就特别少 要不用说现在了 通四书的 就可能不是太多 随便读过一两轮的 可能还能找着 是吧 经言四书的 我感觉还是比较风毛麟教 那如果精通无精 那难度就不是四书能比的了 所以这里头一看就是特别生辟啊 就是点出上书嘛 那么所以看起来很简单 我们今天讲起来啊 可能会比较长一些 对吧 这样吧 为了是吧 不要太郁闷 我一边讲故事 一边给你讲这个 首先说啊 第一句话 康告曰 克明德 咱先翻译一下吧 什么叫克 能够 这是个情态动词 能够的意思 明德的明呢 是个动词 就是显扬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的道德更好 显扬咱们的道德 所以克明德就是 咱们一定要能够啊 显扬 发扬 咱们 很好的聘德 这叫克明德 翻译很简单吧 但是背后有个故事啊 我先从王博的一首诗讲起吧 这诗大家都会背 是吧 成雀 辅三秦 风烟 望无尽 因为后面有天涯若碧林那个名句嘛 所以成雀辅三秦你们肯定是背过的 但是你去问小朋友 成雀辅三秦是啥意思 能问到一大堆 所以每次中考考试之前 我都要强调 啥叫成雀辅三秦 都得重新翻译过呢 其实他就是一个典故嘛 听过我讲那个 项羽本纪的人 应该就知道他的出处了 所谓的三秦啊 本来是一个秦国 一分为三了 谁把他一分为三 项羽 项羽把秦国颠覆之后 就把秦国的土地一分为三 分成了三个诸侯国 分别叫雍国 赛国和翟国 那么封了三个王嘛 那这三个王是谁呢 一个呢 就是当年把陈舍吴广 给干掉的那个将领 秦国将领 叫张涵 他分为雍王 还有董毅是他副将 分为翟王 然后还有一个 对项羽家族有帮助的一个人 这个原来是个御苑 叫司马信 分为赛王 这就是三秦的由来 一个秦国拆成三个 那为啥要拆成三个呢 主要就是 防止一家独大 同时呢 又看住刘邦 不让他从四川出来 就是这个目的 那么什么叫防止一家独大呢 我想问你啊 相语代表楚国 是吧 把这个秦国给推翻了 那秦国老百姓以后 会不会反抗呢 是很有可能反抗的 你以为你打下来 就算赢了吗 秦国的贵族还在 秦国的老百姓还在呢 他们忠于秦国 他们不愿意被楚国人统治 所以后来是很危险的 因此这个 相语呢 就专门设置了一个 秦国的将领 你们不是习惯秦国人吗 好 我不来通知 我不要楚国人统治 我就让秦国人张罕来通知 但是我又防着他 所以一分为三 以秦至秦 这个叫成雀福三秦的由来 那讲这个跟康告啥关系呢 就是这个招数 是从古代学来的 那这个古代什么样的战术呢 我讲一下啊 这个是当年的周武王 是不是善于征战嘛 对吧 然后呢 他把那个商朝的首都叫昭歌嘛 把这昭歌打下来了 然后这个商周王呢 就自焚死了 自己把自己烧死了 那么等于说商朝就灭亡了嘛 那么灭亡之后 面临跟项羽一样的问题 商朝怎么统治 商朝的首都是在河南洛阳这一带嘛 就是这个河南怎么统治 虽然把商周王给弄死了 问题是商朝贵族在 商朝的老百姓在 谁也不愿意做一个亡国之奴 所以呢 这个周公就建议周武王 咱就以殷至殷德了 就是用殷朝的人 来治理这殷朝的人 那么他们封了个谁呢 封了一个叫武庚的人 那武庚是谁呢 就那商周王他的弟弟 是吧 你的大哥死了 弟弟了 你来管理 那当时老百姓是很高兴的 你虽然把我们打了 我们也觉得商周王不靠谱 你现在换一个靠谱的人 还是我们英朝的人 我们欢迎 但是又不放心 不放心怎么办呢 把英朝这个 昭歌那片地方 就河南那片地方 就是武庚寨的那个封地 他旁边的王姬之处啊 分成了三个国家 就是我们魏国 贝国 就是我们知道 贝封静女嘛 很有名的一首诗经 对吧 那那个国家 就是这个时候设立起来的 那么分别封了 这个武王的三个弟弟 这仨弟弟的名字 都带着个书 一个叫管书 一个叫菜书 一个叫货书 这仨书 看着这个武庚 那么这个呢 也有一个说法 叫三间 什么叫三间 就是三个人监视一个人 对吧 这叫三间的一个制度 所以这个办法 可以说 周武王非常聪明 就可以把那种 造反的意念 一下子给掐灭了 但是运气不好 咋不好呢 周武王刚打下来 过两年 他就死了 第二年就死了 所以周武王 是到晚年才灭掉商朝的 然后他死了之后 我们知道周公来了 周公辅佐着一个人 辅佐着谁呢 周承王 那个时候的周承王多大呢 在怀里抱着呢 你让他治理国家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周公呢 就叫摄政了嘛 他变成摄政王 但是别人就觉得 周公你这个家伙 不太像辅佐的样子 你什么事都你说了算 你就是皇帝现在 所以大家就不服 那最不服的就是谁呢 就是那五更 而且比较搞笑的是 他把那个三个监视他的 三个书啊 管书菜书货书啊 给游说了 这个三个书 合着他 召唤了 这个我觉得太奇怪了 你说这什么监视 对吧 这个策略派的人有问题 召唤了之后 那个周公很厉害 就亲自东正 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是吧 而且在打的过程中 顺便把东边的五十多个 诸侯国给灭了 因为五王打还没有统一天下 所以他们趁机啊 把五十多个特别小的国家 都给灭了 所以周朝的领土到周公手里 就扩张到大海为止了 从河南往东打 一直打到大海了 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五更呢 不用说了 是吧 你这个作为是吧 我们这么对你好 你还背心弃义 是吧 你弄死啊 五更死了 然后那老大也死了 就管书也弄死了 那个菜书呢 被流放了 货书呢 贬为平民啊 是吧 你们这三个人 年龄大小 这么成处 是吧 那么三间和这五更都没了 没了之后怎么办呢 就需要派一个人去管理 这个太重要的地儿了 那么派出的这个人 他是谁呢 就是跟我们这个康告 就有一定的关系了 这个人叫康书 也带着一个书 对吧 他名字叫丰 康书就成了这里的管理者 就是诸侯王了 所以你说那个 我们说殷商就地 这诸侯国 他的第一个十足是谁 康书也可以 五更也可以 然后康书去了 这个周公不放心 就天千叮咛万嘱咐啊 一定要小心啊 然后写了篇文章 就叫康告嘛 所以康告是嘱咐他 你一定要靠谱 把这篇土地给我管理好了 这个但是极度难读啊 就是我倒是现在 也不想卖弄一下 什么上书怎么读啊 上书这本书才两万多字 但是你要把它读咯 还是很麻烦很麻烦 就读起来非常的累 那么我献一段吧 就是说献丑 我献一段 然后呢 你们可以学一下 看看上书有多难 我就选了康告的第一段 就是克明的那一段 咱先念一下原文 原文是这么说的 前面说 王若曰 孟侯 镇齐帝 小子疯 这啥意思呢 这个王若曰 就是这个王啊 这样说 就是大王这样说 怎么说呢 说孟侯啊 孟就是老大 孟侯呢 就是诸侯之长 哥哥诸侯 你是老大 你还是我的弟弟 镇齐帝 我的弟弟 小子疯 年轻人啊 名字叫疯 不是你一看 就跟后代文言文不一样嘛 读些特别费劲 是吧 唯乃 披显 考文王 这不是人话听着 是吧 唯 只是 乃 你的 这个乃不是 是的是你的 然后考呢 死去的 这个祖先 是吧 然后呢 谁呢 文王 所以这句话说的这么费劲 就是 您地下的祖宗 文王 怎么样 克明得 圣法 就从这来的 就是能够泄扬自己的道德 而且能谨慎的啊 不轻易的处罚别人 慎罚 然后呢 不敢五官寡啊 他不敢欺负那些官夫 就没老婆的 就什么 大龄生男 是吧 寡呢 没老公的 就是寡妇 我也不骚扰 这叫 不敢五官寡 然后后面三个字 一看都崩溃了 雍雍 齐齐 威威 雍雍是啥意思呢 就是任用 应该任用的人 齐齐呢 要敬重 值得敬重的人 威威呢 就是惩罚 应当惩罚的人 你看后代文言文 都没有这么用的 是吧 然后下面说 显民 而且要把这些处罚的结果 要显示于老百姓 让老百姓知道 然后用照造我驱下 悦我一耳邦 以修我稀土 为时互须 闻于上帝 弟修 天乃大命文王 一冗英 但寿绝命 岳绝邦绝民 为时序 乃寡兄序 似如小子风 再自东土 后面我不翻译了 这太长了 对吧 这是我自己 在读这个书的时候的 这个读书笔记 就是读 就是非常费劲 所以别看上书 是两万多字 他这个难度啊 我感觉就 就差不多等于 我把四书读完了 你们如果想折磨自己 年龄比较大的 初中 高中以上的学生 你们可以折磨一下 叫上书 第一句话我讲完了 接着我们该讲第二句话了 第二句话是这么说的 太甲约 故事 天之明明 我们先翻译 什么叫故呢 就是注视 考虑的意思 就是你要时刻考虑着 考虑什么东西呢 是 这 这什么东西呢 天之明明 就是上天明知的命令 天命 就你一定要知道 上天在保佑你 你不靠谱是不会保佑你的 你要时刻注视着 上天的命令 他那个明知的命令 那么朱熹他们认为啊 这个明知的命令 跟那个明明德没关系 所以他们认为 所谓明明 是上天赐予的光明德性 就是他们把这原文给篡改了 就是意思翻译给篡改了 所以大家应该在旁边写两种翻译 就是在上书中的原始翻译 就是你一定要顾念 你一定要注意 上天那个明知的命令 要注意天命 朱熹他们的翻译就是 你一定要注视 要注意上天赐予你的光明的德性 这两种翻译呢 都是合理的 对吧 要说他本意呢 是第一种 要说被后面儒家解读完呢 是第二种 你们两种都写一下 好 这个意思讲完了 我该讲故事了 也从一首诗讲起吧 李白的行路呢 你们肯定会背一句诗吧 闲来垂钓 碧溪上 呼覆成舟 梦日边 那么闲来垂钓 碧溪上 这个很清楚 是吧 谁钓鱼 钓出了自己的一番誓言 那只有一个人 是吧 直钩钓鱼的江太公同学 对吧 这是闲来垂钓 碧溪上 那么呼覆成舟 梦日边 有些人就不知道了 这讲的是伊尹 说伊尹有一天做梦 梦见自己乘着船 从日月旁经过 他没被烧死 从太阳月亮旁边经过 后来被商汤聘请 成了商汤的宰相 所以后面这两句都是 李白说了 我要像张太公一样 我要像伊尹一样 是吧 有一天我会成功的 就这个意思 叫呼覆成舟梦日边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太假 就有关系了 太假讲的是 实际上是伊尹的故事 这个伊尹 我觉得有一点很搞笑的 就是他是个厨师 而且有史记载 应该是厨师境界最高的厨师 对吧 所以我们被称为什么中国厨师的鼻祖 我不知道新东方厨师学校里悬挂不悬挂 伊尹的像 应该悬挂一个中国厨师鼻祖 这家伙活了一百岁 做厨师活得这么久也不容易 那他为啥做厨师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 他本来就是出身低下 做的厨师 厨师在古代是被人看不起的 君子远刨厨 做饭的都是瞎等人 所以伊尹呢 是先做饭 做饭之后呢 这个商汤比较欣赏他 一说话 两说话 慢慢觉得他水平很高 把他提拔上来了 他就成了宰相 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说 他当厨师就是处心积虑 我要得到商汤的接见也不容易 那我怎么办呢 我先给他做饭嘛 饭做的好 做着做着不就认识了吗 认识之后我就得到了工作的机会 所以他有两个版本去解读 孟子是绝对不认可 那个第二个版本的 他不能接受说这个伊尹 是吧 处心积虑 说卑躬屈膝 去讨得一个职位 男人应该有 有自己的自尊心嘛 所以我们的孟子是不能拒绝 不能接受这个版本的 就这个故事 然后他是著名的王者师 然后我感觉他比诸葛亮要厉害多了 厉害在哪呢 就是决断 绝对的决断 你看刘善是个笨蛋 当然跟史诗可能不符合 至少从三国的角度讲 刘善是一个笨蛋 三国演义角度讲 那么这个诸葛亮也没脾气 对吧 有一次是吧 北伐差点赢了 然后紧急召回 然后诸葛亮回到家的时候 是吧 说你为啥召回来 我差点要打赢了 人家说 想念 想念你了 对吧 他我估计是吧 一口老血 真的吐在地上 真是太可怜了 诸葛亮是 但是伊尹完全不是这样的 话说我们的这个伊尹呢 商堂死了 下一任也死了 下一任也死了 到第四任了 那么第四任是谁呢 商朝的第四任皇帝是谁呢 就是太家 然后我们的伊尹还活着啊 伊尹现在作为四朝元老 说过题外话 我那天看一本书说 我们古代有一个人啊 叫冯道吧 自可道 我们学过道德 叫道可道 就是这个冯道啊 冯道自可道 这个家伙啊 十朝元老 辅佐过十个君王 然后被人称为什么 奸臣之友 你想啊 你辅佐的国家灭亡了 他迅速辅佐下一个 这个国家灭亡了 又迅速辅佐下一个 每次他都是最大的官之一 你说这这这 我古代可能是没有人能超越了啊 那那冯道同学 对吧 然后这个四朝元老 辅佐太家 起初我根据史记啊 说起初治理的不错 第一年也靠谱 第二年也靠谱 第三年就不靠谱了 这个太家开始啊 什么贪图享乐啊 发布奇怪的命令啊 违背依隐的教导啊 什么推翻法律啊 啥事都做 自信心过于爆棚 然后这个依隐呢 就苦苦尽见啊 他也不能这样做 拒绝停 要不他说比诸葛梁强呢 怎么办 直接把他 流放了 一个辅政大臣 把这个 把这国君给 给给流放了 把太家流放了 流放到哪呢 流放到一个地方 叫铜宫啊 这个地儿呢 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伯州 这个伯很难写是吧 安徽伯州 为啥把它弄到那一区呢 因为商汤埋在哪呢 对吧 你在坟墓旁边住着啊 你看看这个坟墓 你对得起你们家的爷爷吗 这是 是是是爷爷啊 所以对得起你们列祖列宗 你们这个爷爷吗 你给我反省一下 然后吧 这坟墓旁边一待啊 就待了三年 也不知道太家是害怕了 还是怎么个原因 但是那三年啊 这朝廷谁说了算 那就是义隐的事了 所有的朝政的决定权都在义隐那里 跟篡权差不多 但是三年之后 太家反省了 太家变得特别好 经过考察 义隐觉得太家 你已经是完全改过自新了 于是把他迎接回来 把这个权利又回给他 还正于他 所以义隐内心很坦荡的 你不行 你给我滚一边 我来 你行了 我滚一边 你来是吧 就是内心很坦荡 所以义隐是这样的 那么来了之后呢 这义隐不放心啊 是吧 连写了三篇文章 太家上 太家中 太家下 所以在这个上书里 连写三篇文章 来告诫他 一定要靠谱啊 就这篇文章叫太家 那么我不读原文了啊 就是太家其中一句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故事天之明明 你要注意天明 你不要认为上天会保佑你 对吧 你叫天子 不是 你一旦道德不好 是吧 你就得住在坟墓旁边了 对不对 他后来不错 当了二十三年 在位二十三年 所以义隐的 那种处决的方式 我觉得是很坦荡 你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是吧 就是很牛的一种处理 好我们来看第三句话 地点曰 克明俊德 那么地点是谁呢 是谣 是讲谣的故事的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是讲谣的故事 在儒家中不是 谣顺语汤文武 是认为是先王特别厉害的人 那么这个谣是第一个 所以这一片地点呢 还有一个别称 叫谣点 那么谣点里四个字 克明俊德 克我们已经学过了 克明德一样的意思 克能够 明还是显明 发扬 俊德的俊 我们一般说崇山俊岭 俊是啥意思啊 比较高 所以俊德就是高尚的崇高的道德 那就很简单了 克明俊德 是吧 那么最后一句话 我们也连着讲了吧 皆自明言 也就是说 不管是周公先生 还是 伊尹先生 还是姚 人家 人家都在自我抵立自己的德行呢 所以他们的德行都是自己严格要求的 是不是 所以叫皆自明言 当然我一读吧 我感觉从这个排列顺序角度下有点奇怪啊 你说 说写文章的时候 一般从古道间先写谣 再写太甲 最后写康告是靠谱的 但是他偏偏先写的是康告 可能是我们儒家一般要把那个周朝的 因为我们知道 玉户文在无从周嘛 孔子喜欢周朝 所以把周的放在最前面 所以顺序前前是道的 这个我觉得也有点奇怪啊 好 这个讲完了是 整体就讲完了 至少意思上 背景上我都跟你讲清楚了 然后我们还引用上节课讲的 唐文志的大学大义的一句话 他说怎么读书呢 他说 无人求古圣贤之学问 必先求古圣贤之精神 自明明德者 即古圣贤精神之所在也 他说我们平时读书读上 读的就是古人的精神 他说我们要读大学 里头核心精神是什么 就是这句话嘛 自明明德嘛 就是对自己的道德修养很高 他说这个就是这里头最核心的精神 以修身为本吧 那我说几句啊 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启发 就是说 我认为把一件事情做好的话 我们说一般来说要得才兼备 有得无才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这样老好人嘛 而且老好人是很可怕的 有的时候他觉得在做好事 他未必 他没有相应的知识 对吧 老好人不一定是好的 对吧 所以说 一定要得才兼备才可以 但是呢 我发现现代社会主要的问题就是 因为德这个东西虚无缥缈嘛 所以大家比较重视的是才 而不是德 然后我就觉得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很绝望啊 怎么叫很绝望呢 我举个例子啊 有很多孩子学那个国画 或者学西洋画 这都可以吧 现在的孩子喜欢画画的很多嘛 那么在学习画画的过程中 我的想象是 我希望什么的老师教我 如果学的西洋也好 学的中国画也好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热爱这个绘画的 而且他有很高的审美能力 而且绘画这个东西 特别是国画 他不可能只学绘画的了 他一定要读古文 最好懂书法 他知道诗歌 各种审美的这些原则 甚至喜欢园林之类的东西 这个人有一个综合的精神修养 然后加以绘画的技术 对吧 这个画家就起来了 所以我也希望 这样的老师来教我这个孩子 就是既有很崇高的理想 很高的审美能力 同时又懂技术 这样来学习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学音乐也好 学美术也好 他不是这个样子的 每天日复一日就学什么 就学技术 我钢琴七级了 八级了 九级了 十级了 专业级了 就不停的在磨练技术 甚至我见过 比如说高三之前 有很多补课的 你知道吧 高三之前有很多补课 什么原因呢 就是艺术课成绩过了 比如说艺术课 我这个成绩达到 清华美院的分数了 同时我文化课 需要考到450500分 然后就是每天 从早到晚去补习 像比如说英语 英语单词也不认识了 是吧 这个英语目标就是 怎么把它蒙到80分 150的总分 怎么蒙到80分 90分 语文呢 怎么想办法考到95 100分 文艳文 我在看不懂的情况下 怎么把它蒙对 我实在是觉得 他们的艺术 真的会有前途吗 我起码不符合 我自己的一种期待 就是你的这种修养 太差了 我真的很难下决心 把一个孩子送过去 牺牲自然科学 牺牲英语 牺牲文化课成绩 去供一门技术 说实在我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 走这条路 因为代价太大了 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 这是我比较有感慨的 一件事情 我再说一点事情 就是 我这几天在读傅雷家书 正好是讲钢琴 对吧 我最近在读傅雷家书 我看到傅雷 给傅聪一封信 很感动 他说傅聪 你一定要学会理财 要挣钱 为啥爸爸觉得你要挣钱呢 因为你太不重视钱 从来没重视过钱 想怎么花怎么花 对你来说 挣钱也比较容易 但是他说 你只有学会理财 会挣钱 你才不能被钱所困 你假如有一天没钱了 你看起来是没钱 你每天要考虑钱的问题 你有钱了 就永远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可以考虑艺术问题了 所以爸爸希望你 关注一下钱 这一点给我的启发是什么 说明我们的傅雷 在从小的教育中 把这个孩子变成了一个比较崇高的人 崇高到甚至连钱都不懈的程度 所以这个爸爸还得苦口婆心的说 你要学会挣钱 你能理解这种境界和那种格局吗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像学语文一样 你每天盯着一张卷子 今天85分了 明天83分了 后天90了 是吧 像新电图一样 我感觉你很难把语文真正学好的了 因为你格局太低了 所以记住今天这个话就是说 唐文志说了 自明明德者 即古圣贤精神之所在也 而且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一天这个孩子挣钱也挺容易了 挣钱挺多的 我问你 他挣钱很多 已经摆脱了金钱太多的舒服的时候 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继续努力下去 读一本书也好 做一个事业也好 他可能需要惨淡经营 他需要非常非常的累的工作状态 我问你是什么让他忍下去 难道只有钱吗 只有现实呢 只有分数不可能 所以人生在做一件特别复杂的事 需要真正投入的时候 他肯定需要理想 这个时候这个格局和理想 他就出来了 能理解吗 比如说这个孩子以后想买套房子 很努力的去工作 这个我觉得所有人都会去努力的 因为这个目标就在眼前 但是问题是 当他买了房子又买了车的时候 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 怎么阻止他 每天只是泡一杯茶 刷一刷剧 刷一刷抖音呢 还能让他持续去努力呢 非精神和格局不可 好吧 这个我一点点感慨 然后最后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故事 准备啥故事呢 就是上书的故事 趁这个我肯定要把上书普及一下 所以读儒家可以了解儒家的很多文化 那么今天讲上书 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就是古今文之争 这个我在高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过钱穆先生写 《经古文之争》的书 当时觉得没啥意义 我后来慢慢慢慢就觉得意义很重大 那么啥叫古今文之争呢 说起来这是非常尴尬 非常狗血的一个事 我们最早是没有四书的 最早叫五经 而且五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秦朝就开始了 然后汉朝 比如说赵老师精通左传 我就能当官 我精通左传就能当官 因为左传是属于春秋那一部 经里头其中一个 五经之一 所以说我通左传就可以 那我就叫什么博士呢 就叫春秋博士 那我通诗经 这也可以 也立即能当官 诗经博士 对吧 所以博士以前是个官 叫博士官嘛 那时候没有四书 只有五经 大家都学这个嘛 所以那个时候的读书 还真不像你想象中的是个学术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是个政治派系问题 那么从哪里讲起呢 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讲起 秦始皇一焚书坑儒 什么东西没了呢 就所有的书都没了嘛 那为什么这书 后来又传下来呢 因为汉代的时候 设立了博士官嘛 设立了博士官之后啊 而且还有拜秦始皇所赐 秦始皇统治 只统治了15年 就是秦始皇到秦二世才15年 也就是很快就什么 灭亡了 那对这些老先生来说啊 那书全能背啊 所以那你焚书没关系 我脑袋还在呢 是吧 我写出来不就完了吗 而且一写出来 皇帝就会让我当官呢 得到很多赏赐 所以非常积极 呃 当时有一个秦博士啊 就秦少时候的博士 叫福生 他呢 口寿 为啥是口寿呢 因为他老了 老先生太老都写不了了 别人来写 他口寿 呃 然后比较搞笑的就是 呃 不能好处让你一个人占了吧 是吧 人家说我们也有啊 比如说 呃 鲁公王啊 他当时大概是在搞拆迁 然后把孔子的老宅给拆了 人家说没有文物保护概念啊 梁思成在是不是哭了 对吧 然后呢 把这个孔子老宅拆了 在在墙壁之内 哎 发现了一部尚书 因为是早期的书 所以是用勤专写的 是吧 就是用专题字写的 那这个比例书要早 所以叫古文尚书 好 现在来了 这个尚书博士里头就吵起来了 一派是金文尚书派 一派是古文尚书派 问题是这两个啊 就完全不靠谱 光片幕插了16篇 那插取太大 可能是那老头背错了 也可能挖出了这个书就有问题 对吧 反正就开始吵 哪一派吵赢了 那一派滚回老家 是吧 能理解吗 这不是什么学术之争啊 这就是政治地位之争 吵啊吵啊吵 吵到永家 西晋永家年间 就是汉朝没了 到西晋时期啊 打仗 打到什么程度呢 金骨文尚书全没了 打光了 所以每次战争对文化的破坏 算严重的 金骨文尚书都被打没了 然后结果出现一神人啊 冬季有一个神人叫梅泽 叫玉章内史 玉章顾骏 宏都新府那玉章 而这个玉章内史 梅泽啊 说你们不是没了吗 我家有啊 网上献了一上书 而且他家版本也太全了 古文尚书 金文尚书全有 网上一报 共58篇 篇目越来越多 这个家伙 网上报58篇 包括金文尚书33篇 古文尚书25篇 加起来58 而且我们流传了几千年的所有上书读的 就是这个人上 就是上报的那套上书 但是问题是他上报有俩版本啊 有古文和金文 那哪个营呢 又开吵 我记得在汉朝的时候 我想倒回去啊 我们讲一个人就是刘相 他不还有个孩子叫刘心 我发现我的初中学生只知道刘相呢 刘相刘心是 他们是诸侯王 但是他们对什么争名夺利 都没有没有什么什么人 这种追求 他们就是喜欢编图书啊 搞自然科学 搞天文学 这父子 所以我们一般叫刘心父子啊 是合称的 刘相刘心 那这俩人有多厉害的 比如说我们读的 楚辞 我们读屈原 李扫世表都楚辞 我们读战国策 我们读国语 哪怕鲁迅先生喜欢的山海经 全是他们家整理的 而且就这父子整理的 要么一起整理 要么爸爸整理 要么儿子整理 所以这父子 对我们中国文化贡献 是特别大的 而且他们对天文学 还极有研究啊 这个刘心这个家伙 还算过元周率 好像跟现在 只有一点点误差 所以把元周率 好像称为刘心率 好像是 对吧 元周率还有个别称 然后这个刘心啊 认为 古文尚书是靠谱的 金文尚书不靠谱 然后他觐见皇帝说 能不能把这个 古文尚书给废了 所以在那个汉朝开始 大家一般支持的是 这个金文尚书 是吧 不是支持的是古文尚书 金文尚书呢 就是一直不是特别的兴盛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一直到清朝 我们的金文尚书又火了 清朝大概是叛逆的缘故 经过仔细推敲 他们认为古文尚书 全是假的 全是伪造的 然后伪造的人是谁 肯定是那梅泽 对吧 那个进宪的 那个可恶的人 所以他们主张是 金文尚书 代表人物像康有为啊 戴震啊 尤其是戴震 我们前面的课讲过 他是四库全书 经部总转观 这个戴震也是支持 金文尚书 但是可能大家在想了 他支持古文尚书有啥区别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区别 凡是搞古文派的 就是讲考据的 讲悬术的 就是他们认为 古代啥意思 一定要好好考证 每个字啥意思 一定要研究出来 要尊重古代的这个意思 就是古文派 是做悬术的 金文尚书 那搞政治的 我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它是这个意思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有人说 我把出土文物都挖出来给你看了 这文物肯定是那个梅泽 都埋在地下的 所以金文派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派别 像康有为这种肯定是金文派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康有为主张变法嘛 所以他们甚至认为 什么武经啊 都不是古代的书 全都是孔子本人写的 就是这样 就是他们的观点都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比较喜欢搞里头的威严大义啊 喜欢说什么 包括我们以前想的那个独尊儒书的那个家伙 对吧 那个董仲书啊 什么天上有日食 皇帝应该道歉啊 这叫天人合一 为什么出现日食 就是你施政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要要要罪己诏下下去 要道歉 要给老百姓好处 就这个都是金文派搞的 那对吧 清朝金文派又赢了 搞政治的弄掉了那些搞学术的啊 就这个反正一直争 那这个事一直争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谁也没好 就是后来金文派也证明 他里头有大量虚假 所以最后搞的 这个上书真的搞不清楚了 估计全是假的 但是虽然是假的 毕竟记载的是超古代的故事 他们在编假的的同时 也参考了好多真的 是吧 所以这个上书还是五经之一 话说2008年啊 2008年了 7月份 清华大学有一个校友啊 叫赵伟国 这个名字我一定要念一下 一定要记住他 赵伟国 花了好多钱 在海外拍卖了一片 一批被大概盗物贼 卖出海外的一批竹简 2388枚 竹简拍卖回来了 经过我们的科学研究 碳十四衰变 是吧 用这无理去研究 证明这批竹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 根据这个研究 古文上书果然不靠谱 这一套才是靠谱的 对吧 所以这一套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清华简吧 就是里头也是古文的 也是 就是不是用历书写的 是用传书写的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古文版本 对吧 那一套终于被盯在了历史的耻辱中上 他的确是那个美族的家伙 估计他回家瞎变 大家也能理解这个吧 就是我们一般说 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但是重赏也有一个副作用 就比如说国家说了 搞新能源 我会给你补贴 每辆车给你补贴 是吧 买车的人给你捡钱 企业有补助 你看一堆人骗补助的就出来了 人家还说过 比如说这个地方毒蛇泛滥 政府说了 抓一条毒蛇给你讲五千块 你们觉得毒蛇会越来越多 还越来越少 对吧 一般人都会认为 在重赏之下必有勇服 你竟然五千块钱收购毒蛇 肯定毒蛇越来越少 是 原来毒蛇会越来越少 因为老百姓去抓毒蛇 越来越少 但是抓到后面 这帮老百姓明白了 我天天抓 肯定是要抓完的 所以最好呢 我们不要抓完 要保护起来 甚至多养点 帮他们繁殖 这样的话呢 老能抓毒蛇 是不是 你能理解这个情况 当政府给了极大补助的时候 就扭曲了市场的正常行为 那这个时候 就是各种伪造也就出现了 当然这是一个很狗血的故事 最终还是这么说 就是如果你想看上书 可以看一看 但是要研究 或者你会说 张老师会不会讲上书 我估计 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 我估计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感觉 如果要把上书讲好 最基本最基本的条件 是对出土文物和甲骨文 有比较精深的研究 这是个入门门槛 我惹不起 你们知道 因为他写的是上古的故事 而上古的最真实资料 已经搞不清楚了 只有一个地方是最真实的 就出土文物 什么青铜器啊 甲骨啊 一定要拿这些 而且要通过缜密的推理 去印证这上书中的 各种真实和虚假的 各种信息去辨别 这个门槛实在太高了 那谁能做这个事呢 当然像郭沫若 王国为 这种事有入门门槛 所以最后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智学方法 你们每天听着各种古文 是吧 没说过智学 王国为的智学是怎么智学的 当然他死得很可怜 死在北京的圆明园中了 好像还借了一点钱 也不知道为啥想不清 好像早上还去 还去探讨了研究生招生问题 然后呢 向自己的同事借了一点钱 然后进入了颐和园 然后在福早宣那里 昆明湖 沉湖自尽 那边我去看过 水深凉米 把我们的王国为先生就给 是吧 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死 拖着一条辫子死了 让王国为说了 智学智上古史 给你一个技巧 他说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叫二重证据法 啥方法呢 取地下之食物 与地上之遗文 互相示证 啥意思呢 你不要老相信古代写的文字是真的 地上之遗文 要跟地下挖出来古墓中的 遗用相印证 比如有一个叫陈志的人 研究史迹就这么研究了 各种出土的文物 跟史迹比 这是第一种智学方法 第二种智学方法 取一族之故书 与无国之旧籍 互相补证 啥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汉朝之后就有佛教传入中途了 佛教传入中途之后 这些和尚在中国生活 所以他们可能写的很多文字 是写的是中国当时的情况 你把这些外国人 什么突厥人 匈奴人 西藏各个地方的人 他们的书拿来 一一比对 为什么陈于确懂那么多外语 阿图乎罗文 蒙文 藏文 突厥文 为什么都要学这些没有用的文字 就是符合这一条 要取一族之故书 与无国之旧籍 互相补证 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取外来之观念 与固有之材料 互相参证 外来有的时候 他这个智学的思想很好 我用这个方法 来智中国传统的学问 往往有独特发现 就像王国为 把舒本华这个哲学 拿来研究红乐梦 就是其中的一种典范 所以我觉得王国为这个智学 可以说是近代史学发展 这三条最为重要 而且原来甲骨文只是一个文字学 就是研究文字而已 到了王国为手里 就不再是文字学了 可以用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来印证上古历史 可能厘清历史 所以王国为的学术贡献 真不是简简单单的 写本人间词画 同学们 好了 这节课我们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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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